接下來還有什麼困擾的 胸有地公是笑話 手足天天互打互搶 這個... 四個... 因為我們家是兩個男生 兩個女生 我都跟小朋友說 胸有地公 家永遠是最重要 我們是用愛來包容 所以我從來都沒有看過 兄弟吵架或姐妹 就是扭頭髮這種畫面 那有一次我老公是去快撿 然後就跟小朋友說 那你們在旁邊 因為就玩滑板 哥哥有個自己超喜歡的滑板 然後在那邊撿... 然後看一看就 來在那邊玩 然後爸爸撿一撿 又再看一看 不對 哥哥把弟弟壓制在地上 發現哥哥開始揮拳 然後吐口水 然後爸爸這時候就把衣服都 不好意思 我不撿了 就過去 然後就問說 就批頭就直接罵哥哥說 你到底為什麼要打弟弟 然後哥哥就邊哭邊跟爸爸講說 我已經忍他人好幾年了 然後就很氣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家哥哥是從來 真的都沒有動過 動手過 連罵都沒有罵過 後來原因出現 就是因為 弟弟喜歡挑釁 他在哥哥最喜歡的那個滑板上面 吐了一個口水 所以那一天爸爸就跟他講說 我們不再動手 然後跟弟弟說 要跟哥哥道歉 我們就想說 這件事情結束了 因為老大老二嘛 男生總是比較容易衝動 就不對了 我們家老四 那個最小的 就是把自己當作公主 他會在哥哥姐姐的玩具上面 貼他自己的姓名貼 宣誓主權 然後他們已經告訴我們 分別告訴我們好幾次 我後來發現不對 他把姐姐的東西整個弄壞了以後 說他沒有這樣做 我在外面聽 我聽到妹妹說 我哪要這樣做啊 你不要跟媽媽說喔 就很兇 然後我就在外面說 怎麼了 然後他就馬上 那個... 就像戲劇這樣跟他 滴兩滴咧 媽媽 然後我就當場看到不對 因為剛剛就明明就是 他在兇姊姊 就兩姐妹都在哭 這時候我就把那個小板凳 放在牆壁那邊 我說你們兩個都面壁思過 你們兩個冷靜完之後呢 跟媽媽說你們哪裡做錯 然後我老師很聰明 一站 我錯了... 後來我讓他每一個都道歉 因為我發現說 真的他可能是在說謊 我今天要分享的一個是 我門診的姐妹花 那那時候他們是初診來給我看 姐姐三歲 然後妹妹兩歲這樣 那我先看姐姐 那我說那時候 因為是秋天的時候 我就發現 姐姐很奇怪 他手上為什麼有齒痕 那我把袖子一拉開 下舌 他不只手上有齒痕 他整隻手 都大大小小的齒痕這樣 然後有些是咬整口 有些是咬上面的 下面的這樣子 然後有些還在流血 我想說家裡是不是有 額虐的狀況這樣子 對 然後我媽媽就咬咬手 就說沒有 那是妹妹咬的 我嚇死了 我就想說 妹妹看起來 真的像個洋娃娃一樣 眼睛大大的看著我 那我就問妹妹說 所以你有咬姐姐嗎 然後妹妹就說 沒有 然後那個姐姐就說 有 她都咬我 那後來細問才知道說 因為他們兩個伸得近 有時候玩具 尤其是姐妹 他們玩具 他們就會 明明就是買一樣 她就是想要一樣的那一個 姐姐當然力氣稍微大一點 妹妹覺得想不過姐姐 她就用咬的 那那個姐姐也很勾矣 她就 她就也都讓妹妹這樣子咬 那我就跟妹妹講 如果你真的覺得 你想要姐姐的東西 我們試著好好講 可以嗎 不要咬人 因為咬人姐姐好痛 而且你看 姐姐身上都是動 結果一次一次回診之後 就發現妹妹咬人的狀況 真的得到比較好的改善 就是妹妹比較不會去咬姐姐了 所以這個媽媽帶兩個小孩 是來看什麼科 看感冒 她只是來看感冒 但我們其實兒科醫生 我們會很警覺 小朋友身上有一些瘀傷 或者是有一些不正常 會發現瘀傷的地方的時候 有一些傷口 其實我們都會強烈 懷疑是不是額虐 而且有些媽媽很忙 她可能是 都是給保母帶 可能小朋友感冒的時候 她才趕快衝衝去接小朋友 來給我們帶 所以這個媽媽目睹的 這個大女兒這樣子被咬成 這樣子 對 媽媽很淡定 媽媽就說她就這樣子咬 我真的也沒辦法 媽媽那個脾氣真的非常的好 我們可能這樣提醒她說 其實姐姐這樣被咬 可能真的不是很OK 那媽媽才會理解到說 原來不是大家的小孩 都是這個樣子 還要你提醒她才知道 這媽媽比較想說 就聽你們常坐 可是我們好像會聽 也聽媽媽 不要激動 我們家裡也是二寶 一堆小兄妹 那哥哥的話 跟我同月同日生 也是就是 那所以她就是會有很多 玩具小磁力片 那時候她就煮好一個車車的時候 就是她就會很有成就感 可是煮好都不能動 大家都不能猜喔 可是妹妹剛開始一歲多 那時候剛會講的第一個 一個詞就是 其實她最會就是 好可愛喔 然後看到哥哥煮好之後 他就眼睛一亮 突然 那時候他剛從植物變成動物 大概一歲多的階段 就衝過去 馬上 然後哥哥瞬間磁力車就破壞 又倒了 崩潰 真的超崩潰 所以她那時候瞬間的 憤怒就爆氣 就小拳頭就 正拳 然後結果也沒打到妹妹 妹妹可能演技派還是嚇到 就突然就往後倒了一下 那哥哥就嚇傻了 結果她妹妹沒哭 她更驚訝 因為妹妹瞬間站起來 眼神很嚴肅 瞬間 就爆氣就打汗 沒有... 妹妹衝過去 不知道在幹嘛對不對 突然衝回來 拿一把 她玩具小菜套這樣 好猛喔 真的嗎 然後拿一把玩具小菜套 她還長這樣 又小菜套 那媽媽最後就跟她說 妹妹 你這樣破壞哥哥玩具 是不行的喔 你要抱哥哥 跟他說對不起 哥哥 妹妹其實是不懂 所以我們也在教妹妹 所以你要原諒她 可是你不可以對妹妹出手喔 結果哥哥還是很氣撲撲 可是妹妹被我們一講 馬上第一件事 就直接去抱哥哥了 結果超爽心的 哥哥就覺得好開心 結果哥哥就開始說 妹妹 其實你這樣行為是不對的喔 可是事實上 妹妹抱在哥哥 哥哥才講說 妹妹你 妹妹就已經走了 結果妹妹已經去別的地方玩玩具 她才在那邊說 你好要乖要幹嘛 一個人站在那 可是自從那次的事件之後 哥哥可能也學到了這件事啦 就是他就變成一個超暖男哥哥 就配合著妹妹 那就可能是下雨啊 我現在有小朋友每次吵架 就說互相說對不起 抱對方 我 對 你剛剛說這樣 對 要隔音 對... 抱了啊 說對不起 對... 然後就... 就就跟... 但是你又沒有辦法你知道嗎 但後來我就想到了一招就是 就比如說剛才 有一個大的跟小的在吵架這樣 對 然後一樣就是小的一直鬧 然後我就去跟大的講 其實你小時候也是這樣鬧 爸爸 都會讓給你 而且 那... 你... 其實沒有 那弟弟那麼小 他什麼都不懂 你以前那麼小的時候 爸爸也是讓你啊 爸爸都能讓你啊 你為什麼不能讓他呢 而且他根本就不是想要玩那個玩具 他不是想吃那個東西 他就想跟你爭 他想跟你有一樣的 你要騙他 你要哄小孩 小孩就拿來哄 他在騙的 這招在我家根本沒用他啊 哥哥知道嗎 然後我跟他這樣講完之後 他好像聽懂 後來他都用騙 只要弟弟在哭 我就跟他講 轉移他注意力 去 然後哥哥就去... 你看我們來玩這個 然後弟弟馬上就好 好 所以其實我覺得好好跟他講 其實是有用的 我覺得 他剛剛開場的時候 他就問我 他就說 姐 那你有... 你的小孩有那個什麼 吵架 對... 我說吵架 你在說什麼 OK嗎 他們就沒有和好過啊 我跟你講我是雙胞胎 兩個小孩差一分鐘 吵翻了 那才是真正叫江湖 我告訴你 比如說呢 分東西 因為他們兩個是同年齡嘛 因為雙胞胎嘛 先分的人候選 就這樣 原則就這樣 先分的候選 這個蛋糕 你也要 我也要 那總要有一個人來分嘛 對不對 有一個人負責切 先切的那個人 先分的那個人 要後面才能選 所以呢 他們就會這樣子 你知道嗎 想辦法 想辦法在那邊切到 剛剛好 這樣子的 好聰明喔 沒有雙胞胎這個 應該大家都知道 就是先分的候選 就這樣 這件事情就解決了 很多的事情 對 然後他們會有爭執啊 對啊 那這個我跟你講 這個我們就是像這個 那個佛學大師 不問不答 他來問你 你一定要答 我小孩來問我 我一定認真答 有一次呢 一起出去玩 然後呢 iPad那個時候剛出來 每個人可以六個小時 這樣子 然後呢 結果呢 哥哥的時間已經過了 然後但是哥哥想跟同學玩 所以需要這個iPad 然後他就跟妹妹講 妹妹就死都不要給他 這樣子 那哥哥就來跟我求救 那我就說 照規則是做他的啊 他說可是我就是 我就是想跟他 我說我明天就統統給他 這樣子 我說沒有... 你手上還有什麼東西 他說 我手上還有八顆糖啊 我說那你要去 這是進入談判啦 看看他願不願跟你換啊 你如果明天把這個 Game Boy給他加上糖 看他願不願先跟你交換 他說好 那我就八顆都給他 我說等一下 你不能一次給八顆 要繼續進去嗎 萬一人家不答應 你手上沒籌碼啊 是 我說你先給四顆 萬一他答應了 你就四顆嘛 對 萬一他不答應 你還可以加碼 對... 對不對 都拚買進 後來我跟你講 人家這個兒子就這個 小孩子真的比你想得聰明 他只給兩顆就打成 真的耶 他手很快耶 不是嘛 因為這個事情你不要介入嘛 因為規則是這樣嘛 我跟你講小孩最討厭的說 他比較小你就讓他嘛 你就是沒規矩 對啊 因為小時候都會這樣 媽媽都會這樣 因為你怕麻煩嘛 對 那這個事情就是 規則是這樣 那很多 你這時候問我說 那女兒不就吃虧嗎 我說因為女兒沒問我啊 那女兒來問我 我就會講 你看他手上有什麼 好強喔 對 他有糖 我說你就再問一下 除了糖還有什麼 對不對 你再多問一句啊 江湖啊 對 學習了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不是厲害 這是一個我處理過一次的 真的耶 經驗 那這樣子的話 女兒不會覺得 你是拿父母的權威來壓他 對不對 你總要想辦法自己解決嘛 那因為我是雙胞胎 你們有大有小 可能有時候比較不能這樣子做 對 那我也不是每次都成功 他們也曾經要拿刀褲砍過 然後我 我當天就處理了 拿那一把刀處理 那沒有 那你拿刀 先分後選 然後定期手 站在那邊 先分後選 孤立 先分後選 對 因為我告訴你 有時候打架會 孩子會打到 真的有點 抓狂 他不知道那個事情會 有多嚴重 所以這時候就要跟他講 我說 妳有沒有想過 把他殺了是什麼後果 妳就殺了我的小孩 我一輩子 都沒有辦法 笑到眼底的過日子 再來 妳要一輩子背負著 殺害妳的兄弟姐妹 這樣子的那個負擔 妳這個情緒會過去 可是他永遠不會回來 妳不會想念他嗎 嚇死了 真的 對 我今天講的 我沒有恐嚇他 對 我只是把 萬一這件事情發生 我真實的情緒 是怎麼樣 我就告訴你 結果是怎麼樣 對 所以他們以後就 再也不敢用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這個要很慎重的看 因為現在的小孩 iPad 3C 你知道他真的以為 是訊態 他真的以為可以這樣子 這個一定要很慎重的 跟他講 按鈴鐺 收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內容 快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給我聽說 謝謝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